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能这样的错的作物观念 那么人类是这样 那么人 大家往前看 人的这一生中 他几乎是这样的一步步突破的 他在童年的时候 他到背景值是这么大 那么他认为在这个范围内 我是能做到的 那么这是我能够 超出了这个他的能力圈以外 他就认为我不能 所以要想让人的性能释放出来 你首先在关键层面上 让他知道我能 比如说 一个事情落在这里 这个人认为我不能 我做不了 那么如果他在观念上认为不能的话 上我们讲到了 那么他的整个的潜能被埋没 这个潜能 我们说了有三次含义 一个是 那么他的潜在可能性 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就这个潜在可能性 如果经过训练 他能力就可以发展出来 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对 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他本来能做 他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 但是他关键上认为我不能 所以他放弃了 还有第三个层面 那就是创造的 那才能 那么实际上 这次不论哪个层面上的潜能 只要他认为我不能 他要采取的方法是 一到这个边界 他就回来了 他不再往前走了 那么如果作为企业领导人 你要先在他关键层面的 告诉他你能做到 那让他知道 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 你的潜能是无限的 所以老板把每个员工 你看到都具有无限潜能的人 你不要看到现实的表现能力 要看到潜在可能性 首先告诉他 你能 你能做到 这样你通过不断的 证明的激励 通过激励 通过不断的讲解 让他突破 他观念中 因为我能做到 这样他观念突破了 他如果这件事是已经具备的能力 他可能自然就做到了 如果是他的潜在可能性 他可能经过训练 经过学习 最后把事情都做到了 做到之后 现在他的能力圈在这样 在这个 应到 在这个直径范围以内的 他的事情 落到这里 他都能做到 那么人是一步步突破的 那么假如一件事落到这里了 他又产生了 我不能 我做不到 那么如果你要想开发到潜能 那你要告诉他 你能做到 你可以做到 他通过训练 通过开发 自己最后把这事做成了 他的能力圈又增大了 那么实际上呢 一次为退 如果一个事情落到这里了 这就意味着有两种人 一种人固守在自己的这个区域里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舒服空间 那么他在舒服空间内 他力所能及 我能做到 那么一类人到到此为止了 范失落在舒服空间以内的事情 我就欣然去做 超出了舒服空间以外的事情 我就拒绝 我不能 所以你要想持续的开发 你员工的潜能 包括你自己的潜能 一个事情在你现在看来有些难 有些困难 记不住法做到了 你得先在关键上突破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我可以做到 关键上突破之后 有可能这个事就是在你 其实你已经区别能力了 那你关键突破了 你马上就可以做到 如果是你的潜在的可能性 你现在不具备这个才能 但是经过教育训练 你可以把这个才能开发出来 那么最后你就做到了 所以通过这个能力圈的分布 你可以看出 我们人其实分类两类人 面对以前我们没做过的 陌生的 不会的人 不会的事情 我们分了两类人 一类人 固守在舒服空间里 他认为我做不到 然后他就拒绝了 他不再 他不再去训练自己的技能 不再去突破 还有另外一类人 那么他的不断的训练突破 凡是现在超出了我能力圈以外的 那么我现在看这个 需要把这件事做对 我需要训练哪些新的技能 我需要学哪些新的知识 他通过训练 通过实践 最后把事情做对了 做对之后 他的能力半径大了 他的整个的空间又大了 实际上人的一生 是一个不断的突破 这个关键的过程 我现在问各位 这个刘翔 在奥运会上获得了 那个跨栏冠军 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要知道在刘翔之前 甚至有一些体育运动学家 那么在生理学上都开始论证 说我们亚洲人 我们的这个肌肉里的血红蛋白不够 所以爆发力不够 所以呢 短跑项目上 亚洲人是无法做到的 可是刘翔就知道了 我问大家注意到那个 亚点奥运会的时候 刘翔获得冠军之后 那么先上去的两个记者 那我记忆中好像不是中国记者 一个日本记者 一个朝鲜记者 一个南韩朝鲜的记者 为什么 刘翔的这个跨栏成功 它是对我们的关键上一个重大突破 意思亚洲人也可以跑短跑 不是像原来有些运动生理学家说的 我们亚洲人的皮肤里面血红蛋白不够 还有论证 说是黑人的血红蛋白比我们高 所以他们爆发力比我们强 所以短跑项目黑人建厂 其实这都是人类的局限 根本就不是这种位置 就像我上午讲的 罗杰班吉斯特在四分钟内 跑完了一英里之后 全世界第二年有三百多人 跑完了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 实际上就说 我们人如果一个员工 他就做一件事 如果他自己主观上认为我做不到 我不能 那么他实际上被客观控制住 刘翔的突破给亚洲血统的人 给这个亚裔人 一下子有一个突破 认为我们亚洲人 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肌肉 也一样可以爆发出爆发力 只要运动得发 实际上我们每干一件事 这个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 那么关键突破 其实有几个层面 首先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可能你已经具备的能力 那么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错误的观念 来自于我们的童年 我们童年的时候 我们体能还没有增加 比如一个小孩 他力量很小 他的肌肉力量还没出来 他的大脑心脏没长成 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失败 这样的话 最后他形成了我不能 我做不到 我笨 我不够聪明 他能形成这样的观念 这样以后 尽管他能力增加了 他人也增加了 人长大了 大脑的理解力增加了 那么记忆能力增强了 但是他还固守了原来童年形成的错误观念 我不行 比如说一个被错误教育的数学 被错误教育的 他本来是个数学天才 可是童年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错误的数学老师 一个愚笨的数学老师 那个老师讲的 他没有办法把学生的数学才能释放出来 那个学生考了几次数学不及格 他就形成了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没有数学才能 我不行 我做不到 以后一遇到数学 其实他的大脑已经开化了 他的脑细胞已经长成了 他的理解力增加了 一岁年龄一岁人 一个七岁的孩子跟十二岁的孩子 他俩的理解力那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 他本来可以轻松的愉快的就可以学会数学 但是他认为数学很难 我做不到 他的大脑一片混乱 我上午讲了 美国心理学家对中学生学能力的研究 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他一旦 他现在能力已经够了 但是他却认为不行 我做不到 那么其实我这五年来 大规模的给中学生做潜能训练营 你知道我们累计培训了三万五千名中学生 这二百二十一场这样的潜能训练营 在这二百二十一场中间有三万五千名学生参加了 那么在这三万五千名学生中间 我们创造了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是这样 有超过一千名以上的学生 在参加潜能训练营之前 他们在班级学习排名倒数三名 参加潜能训练营之后 一个学期会一年下来达到班级正数前五名 这样的案例我们创造了上千个 我不知道各位听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消息 你觉得人的潜能真的属现 并且他控制了人的大脑能力的输出 当一个孩子认为我无法学要英语 其实英语太简单 可是是我们的教学方法不对 那么当他坚信我无法学要英语 一看到英语他脑子就发胀 他就大脑一片混乱 本来可以轻松愉快的学会的 他大脑能力不输出 他就学不会 实际上现在我们学英语的方法出了问题 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出了大问题 这个问题出的太大了 你要今天没有时间多讲 那么你如果你要知道 语言这个东西 他最基本的学习方法叫模仿 而模仿孩子学习能力是最强的 只要他一模仿去就会了 人家怎么说你怎么说 人家怎么写你怎么写 就完了 就很容易学会 每天两个小时模仿 三年你足可以把英语拿下来 而我们现在的学英语方法 由于考试制度的要求 各位可能都学过英语 你是大学 这个事说起来叫做开国际玩笑 我们现在把英语语法当作重点 把单词当重点 背语法背单词 然后往里掏 你知道吗 这种学英语的方法 用我的话说该诅咒的 语言压根就不是这么学的 而我们现在85%的人以上 都是这么学的 而这样的话 你背语法 背了忘了背 背了忘了背 那最后你还是废 干脆学不会 你学二十年 每天来二十学二十年 你学不会 我们把英语语法当作 学习的英语的重点 然后背语法 当作数学公式 然后再背单词往里套 这么套出来的 不是英格类式 英国人给我们起个名 叫Chinklish 这是中国英语 不知道他们说的啥 语言这个东西 它严格意义上 没道理可讲 是什么约定俗成的 要学什么语言 太简单 模仿就够了 那么人家怎么说 你怎么说 人家怎么写 你怎么写 不要瞎分 先学语言 当你的单词量 在五千以上 那么当你基本会说话 你再去学语法 轻松愉快学会 三年足够了 一天两个小时 三年足够了 可是我们现在中国人 用李扬的话说 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英语情节 那么现在这么多人学不会 原因是 我们的方法不对 这个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 那些常年学不会英语的人 他形成了一个英语恐惧症 形成了我没有英语才能 无法学会 那么从此以后再学 那就太难太难 那么实际上 如果要开发员工的潜能 比如销售的才能 员工销售的才能 员工服务顾客的才能 那么设计的才能 把工作做好 一系列的才能 每一个他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他都会遇到 他认为我不能 我无法做到 那么如果你要想 让一个人的潜能 市区开发 看那个能力圈的分布 你就知道了 那么他每一次突破 他的能力半径增加了 然后你在寻求新的东西 让他去做 他又认为我不能 当他认为我不能的时候 你的激励 他告诉他你能 让他知道 那么你能够做到 如果他真的达到了 坚信正面信念的时候 他都能力才能释放出来 已经有的能力了 完全是观念局限 他自然 只要观念突破 能力就自然去释放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相应的能力 但是他有潜在的可能性 人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可以学会任何东西 你让一个从来没有 学过开车的人 没有不会开汽车的人 那么继续开车 只要是你把它观念突破了 告诉他 你可以在短期间学会 任何人可以学会 比如说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说女人学开汽车 就比男人笨 真的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么实际上 这是从小训练的结果 女孩从小 那么他可能 弄布娃娃 弄什么东西 我们的文化 让女人对机械 那么远离 他时间长了陌生 然后再去学开车的时候 在现实中 你观察 确实 女人在同一个男人 假如一个二十岁男人 一个二十岁女人 同时学开车 那个男人比他学得快 这是我们观察的外在现象 但实际上 你能不能推理 说这个女人学开汽车 就比男人笨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用十二分钟的时间 在我女儿十二岁的时候 教会的开手排档汽车 那么你要知道 怎么他的恐惧在哪里 他的局限在哪里 你把他突破了之后 他会迅速学会 其实女人并不是男人笨 绝对没有说他俩智力上 谁有差别 实际上我们人脑中 有一系列的这样的错误的信念 当你要想把他能力开发出来 你先得克服他 我不能的这种错误的信念 把他克服之后 这样他的能力释放出来 这是我们说 要开发员工潜能的 这个最基本的方法 那么恐怕我们所有的事情 这个问题是一个源头 那么实际上呢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个一个人一旦把这个信念突破了 他认为我能够 那么还有接下来的 并不是说把一个人 把他这个错误的信念突破了 就是错误的观念突破了之后 他就能力释放出来 他只是针对 已经具备的能力的时候 你把观念突破了 能力就出来了 那么如果他不具备的能力 只是可能性的时候 你观念突破了之后 他具有了学会这个能力的可能性 他才能学会 比如说现在讲潜能开发 在全国啊 有太多的这个讲师在讲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参加了那个潜能训练营 那么被激励起来了 大喊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然后开始发好事 那去年挣了不到三万块钱 我今天要赚两千万 我要销售两千万 我要挣五百万 我要是赚不到五百万 我就裸奔 我就剃光头 说实话 你要明白 对于你已经具备的能力 如果你突破了观念 你这个能力马上能示范出来 如果对于潜在的可能性的话 那么你突破了观念之后 你还得要经过训练和实践 你才能把这个能力开发出来 比如说你现在认为 你无法学会开汽车 你观念突破了 我能学会 但是你得实际去经过训练 最后你开汽车能力 才能示范出来了 比如说你去年赚了三万 今年你非要赚三百万 五百万 太多的人 你没发现经过那个奖 潜能奖师给激励之后 我一定要 今年销售有两千万 去年他销售额不到三千万 三十万 今年我销售额不到两千万 我要达不到两千万 我就裸奔 我就剃光头 你剃啥有啥用 要把一件事情做大的话 观念突破了之后 你还得要系统化的能力培养出来 成功是什么 成功是由主国的愿望出发 把客观的事情做成 你要用三万的收入达到三百万的收入 那意味着你的事业规模要扩大 你的产品要配套 你的服务要跟上 你整个的这个体系要建成 如果这些客观东西都没有建成 然后你光喊说 那我去年挣三万 我今年要挣五百万 你这叫开玩笑 那么实际上呢 在潜能开发里有个误区 很多人以为只要观念突破了 他的潜能释放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创造奇迹了 关键突破对于相对已经具备的能力的时候 那是绝对可以创造奇迹的 这个我们已经创造了上千个 上千个这样的奇迹 他原来就具备一个学习能力 他基础知识不错 他受制于错的观念 因为我笨 我不够聪明 我做不到 当你把他关键突破了 然后你教他先用方法 他一年时间可以打 从倒数第一 可以干到正数第一 这没问题 但是如果他基础知识比较差 他得需要训练 他要需要打基础 这样的话可能得要两年三年的时间 慢慢才能起来 那么潜能开发呢 走上的误区就是太多年轻人着急 那么我其实想写 真正想写一本书叫 人的生命从40岁开始 现在是一个速成的时代 人们都西洋 一夜之间成名 一夜之间暴富 25岁的年轻人 还当推销员子 想开奔驰宝马 那只要经过那潜能激发之后 大喊一顿 就要开 结果到了一年下来 连个QQ都没开上 然后自己就觉得 那讲师骗了我 其实那讲师说的并没错 有一些成功学的训练 把人的成功意愿激发出来了 让人改想了 把那个关键突破了 但是如果你的现实的 实际工作能力 没有经过系统化训练 那么你光喊出来的 我们关键突破了 给你开了一条道 但是路的你还得去走 你比如说你要赚到钱 要事业成功 把事业做大的话 你必须得相应的具备其他条件 你得把事情做成 你的事业规模到那儿 你的产品的生产线要配套 你的服务要配套 你整个系统建起来 这样谁要去成 一个年收入三万的人 是可以达到年收入两千万 他可能是十年后 在这十年 如果你能累积的 基地你的知识 训练你的技能 你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所以突破观念 这是个出口 让你的能量有了出口 相当于一个道路扩通了 扩开了 这个道路畅通了 但是你得去走 但是它是个前提条件 好了 那么这是要开发员工潜能的第一点 包括我们个人的潜能释放 你现在是个大学生 你是可以成为博士生的 你是可以成为著名学者 但是这个观念突破了之后 你还得去学习系统化训练 最后你能成为博士生 那但不是今年的事 可能是三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这是做到的 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 那么要开发员工的潜能 包括我们自己的潜能 那么第二条最重要的是 让员工做他喜欢做的事 就是价值观匹配 这是个最重要的一条 那么员工可能来到一个公司来工作 可能根据公司的需要 可能让他干各种各样的工作 可能按照公司需要给他安排工作 但是一个人 如果做了他不喜欢的工作 无论他怎么努力 那他怎么用功 他都无法把他的潜能全部释放出来 他无法把这个生意做大 那么要知道 我曾经给一个国际级的运动员 是个短跑速滑的运动员 做过三次洗礼辅导 那么他身体条件是绝对一流的 身体条件是一流的 他的技术条件也是一流的 他是绝对的 是世界运动员 可是有一件事 各位 那么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总是他拿过世界冠军 但是呢很少拿 他拿过 想要是在奥运会要拿冠军 国家也在重点培养的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体制 我没有办法到那个流兵现场来给他指导 是在他寝室里头 让他指导 人家怕我怕我是外国监铁 去泄露了中国奥运会备战的秘密 所以我只能通过给他做了三次心理辅导 是这样的话 如果给我十次的时间 让我每次在兵场指导 我绝对可以让他拿冠军 我自己绝对有这个心理 那么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模式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说你喜不喜欢花冰 他说谈不上 我说你为啥要花冰呢 为啥花冰 他说小时候我爸训练我 他爸爸是一个花冰教练 我爸爸训练我 那么我说那你为啥要花冰 他说花冰好啊 我说刚才你不说不喜欢吗 他说我说的好是这个意思 花冰要拿一个世界冠军 那至少一百万的奖金 又出名 听好了 他是在理智上喜欢花冰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说那你每天 你在花冰场上 你是什么感觉呢 他说每天我早晨去练的时候 早晨起床去的时候 我就想我一天一天好花 一定要好好练 那一定要好好练 到了花冰现场 那么要想当国际军事员 他必须要接近体能的极限 他说滑着滑着 前一个小时我滑的肥快 那我比其他人滑都快 滑着一个小时以后 挺慢慢下降 我就感觉开始累了 感觉累了以后 我就感觉难受 感觉难受我就开始想 难道当冠军真的这么重要吗 难道当冠军为了一百万 我要把身体伤害了 我还是个女人 你说将来我还要成家生孩子 我体能要坏了的话 身体要坏了的话 那么我正哪个大哪个小 再说我已经 他已经拿过好多冠军了 说实话他个人资产 也有个千八百万了 我为啥还要这么玩命呢 他说我这么一想 整个撞的全下来 那活着就累 一累的时候 我就开始自责 你党和国家这么培养你 你应该努力滑 你也实际滑 我就咬牙硬挺 然后教练在边上就骂 教练就 你也知道 那个教练在边上就骂 谁谁去 跑 实际 他说没错 然后教练 一上午下来了 疲惫不堪 然后回来开始内责 自责 你看我打为啥 又不努力 又不使劲 下午又好久 晚上上去了 一滑到一个小时以后 体能又下来了 体能一下来 又开始又开始想 难道滑冰真的重要 跟生命相比 跟爱情相比 跟人生相比 它真的重要 体能这么一想 状态又下来 状态一下来 教练又开始骂 我又开始自责 状态又挺 他每次这样 他的体能 绝对是一流的 我告诉大家 那么他的技术 是最好 可是他一直没有拿冠军 奥运会冠军 他没有拿到 那么我问他这个 这个人 他到底毛病在哪里 那么实际上 如果我就跟他 举个简单例子 我说 那个麦克尔乔丹打球 你看了 他说看了 我说你 我问你 乔丹是打球 把球 获得冠军了 获得奖金时候 才快乐呢 还是球一打 一到他手 他就兴奋 他就快乐呢 他一下悟到 他说 乔丹一打球 就快乐 我说这就对了 如果要当一个 巅峰运动员 那么你要必须的事 不是这个 获冠军 你才快乐 不是说 被观众喝彩 你才快乐 是因为打球 本身就让你快乐 这样 你才能够 自我超越 你才能把你的潜力 释放出来 如果各位 你回去 今天我建议大家回去 你把那个乔丹 那个片子买回来 你琢磨一下 看看我说到现在 说的话 你到底是不是理解了 你观察那个乔丹 他一拿到球 整个浑身都兴奋起来 他是打球就快乐 不是把球扣进去 观众喝彩 他才快乐 不是说打完球以后 得冠军了 得奖金了 才快乐 如果你要知道 一个人潜能开发到 最大的秘诀在哪 就是这件事 本身就让你兴奋 这样的话 你的潜意识 在被激活 整个大脑细胞被激活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故事吧 那个艾迪生 结婚那天 结婚的晚上 他请了一帮亲友的家吃饭 吃到半道饭 大约八点多钟 他一下有一个 这个灵感产生了 他跑到实验室里去 在那埋头做实验 一直做到12点 他的那个好朋友 他的那个妻子玛丽 当时就在家里哭 说这新郎的心情 结婚了 当天晚上走了 跑完 然后最后 他那个朋友到实验室 一想着肯定上实验室 一到实验室里头 他在这埋头实验 他朋友一喊 把他吓一跳 说你今天知道什么日子 他说不知道 说今天是你结婚 这个时候 托马斯才想明白 我赶紧撂解 跑回去了 不是艾迪生 不爱的妻子 那么你知道 他能够天天 在实验室里头 在那埋头做的话 如果不做 他喜欢做的事 他没有办法 达到那个专注状态 没有办法 把全身心投入进去 如果做企业家的 那假如说 我们最初的时候 我们办公司办企业 最初的时候 你是因为缺钱 因为同龄人 已经住了三十房子 你还住一个一十半房子 人家开车汽车 你还骑个破自行车 这个时候 你觉得你蒙发了 赚钱的想法 去办企业了 最初的时候 仅仅是金钱的压力 就会把你激励起来 不论干我 你不会问我 喜不喜欢 关这个事 我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那个时候 金钱已经 他构成了你第一需求 他把你激励起来了 等你 刚才我说了 等你钱赚到了一千万以上 你的房子有了 车有了 那么每年有个几百万的 固定收入的话 这个时候 如果你所做的这个事情 不是你所喜欢的 你仅仅是为了钱 你断然是把它做不大的 那么你要真的成为 张瑞敏这样的人 成为柳川志这样的人 是因为做这件事 让你快乐 而不是因为说这件事 最后带来钱 用社会人给你高地位 大家给你山户万岁 你才快乐 不是的 一个人真正要把事情做到 他必须喜欢上他所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如果他不喜欢做这个事情的话 他兴奋不起来 他整个有机体开始阻抗 他有能力释放不出来 无论他怎么用意志力 皮着自己 说服自己 我怎么这么没毅力 我怎么这么没正事 那个国家民族在等待着我 我怎么不去奋斗 这样的话 这种自责没有任何意义 原因是 他不符合到价值观 让我们快乐 让我们通心疾首 最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 这个东西 那么是在我们童年形成的 如果经过训练 你可以重排 那是另外一码事 如果现在 你不准备重排你的价值观的话 神经元学的诞生之前 人生的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没有办法再改变 神经元学的训练 可以重排你的价值观 让你不喜欢这件事 可以变成喜欢事 那么面对你的员工 有两个选择 他做这个事 他不喜欢 要不然他换工作 换他喜欢做的事 要不重排了价值观 经过训练 经过训练重排价值观 能够做到的 一般的按我的培训经验 大学毕业以上 有足够的悟性的人 他才能知道 这个价值观怎么排 让人家 讲师领你训练 然后 然后你根据人的训练方式 在关键层面 情感层面 潜意识习习惯模式上 重新内化 把它改过来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普通人是无法做到的 那么作为 如果老板 你要想把员工的潜能释放出来 让他最大的 尽最大的努力 为公司创造效益 也实现这个 员工个人的梦想 你得让他干 他喜欢做的事 培训方式的重大变革 时代光华 卫星远程培训学院 最前沿的培训课程 最优秀的实战讲师 最快捷的传播手段 跨越时空 远程互动 逐步出户 实时分享 最优秀的管理培训课程 百分之二十的培训课程 百分之八十的现场效果 时代光华 卫星远程培训学院 如果各位 你要明白 一个人 他最大的局限 是他受制于世俗的观念 那么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 过去传统中国人 我们的价值观 是权力本位 那么一个人成功 看到在权力这个梯子上 爬得多高 然后我们最后定义的成功 你同龄人同学之间见面 打到处长了 局长了 实际上现在是价值多元化了 无论你是在做学问做大了 你是赚钱赚大了 你还是做官做大了 你还是把某一件事做大了 你都是成功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选择了他不适当的职业的话 那这一辈子 无论他怎么努力 你的教育背景再大 没用 因为你一做这个事 你整个的有机体开始 那么抑制 那么你心生不起来 你大脑能力没法出出 这不是你主观愿望想做 那么比如说你干你不喜欢做的事 你每天自私 我一定要努力 要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 你那叫瞎扯 你无论如何你做出来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有人越做越大 你能观察到 有一些个企业老板 那么今年可能再挣500万 明年就干5000万 后来5个亿 那越做越大 他不是因为赚钱 是因为他干这个事 他找到了快感 找到了快感 他的整个大脑细胞积力 整个人兴奋起来 这让他的脑海 那么无穷无尽的新样化产生 如果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 你大脑细胞出去意志状态 那么你要是你越做越萎缩 你无论怎么用意志力比着自己 用理性说服自己 说我怎么样 要努力 要用功 你没用 这是一点用没有 实际上最后一时来 你最好的结果 干到中等平庸的层次就不错了 想要做个大学者 那他必须爱上学问这件事 他不是因为得了 做了学问之后 然后呢有人崇拜他 有人出名 有人给他钱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做到中等的学者 想要做个大企业家的话 那么他必须做他喜欢做的事 他是做这件事本身 他快乐 那然后金钱名誉地位 那是副产品 这才是成功的根本法则 那么开始我说过 那么我们中国句老话 叫做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今天女人嫁错狼没关系 重来 他是若错行 如果你自己不知觉的话 这个是一辈子平庸 你任何人都有无限潜能 但是他如果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他兴奋不起来 那么他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大 那么这个场地的限制 我看看我们可以做个小实验 我看看 能不能 我看看 这个 来来来来 我们做用一分半钟 做一个小实验 好吧 来每个人找个搭档 跟你身边找个搭档 每人找一个搭档 来试一下 你做这个小实验 跟你启发非常大 来试一下 试一下 每人找一个 没关系 找谁都行 两个人 两人找个搭档 好吧 好了 来相对 怎么相对 相对做 相对做 咱就别站起来 相对做快 来动作快一点 来来来 动作要快 要不咱们时间太紧张 好了 每个人相对 相对 一个是A 一个是B 来 现在双方规定一下 一个是A 一个是B 现在A举手 A举手 好 现在放下 B举手 好 现在记着 现在我们做一个 这个叫饱和实验 磨合实验 这个B 把手这么端着 这么端着 这是一个磨合 好吧 想象是一个磨合 面对A 想象磨合 这个磨合里边 药什么有什么 听明白了 药啥都有 好吧 大家记住 现在第一轮 你从里边拿你厌恶的东西 你想象你有多少个厌恶的东西 艾滋病毒 牛粪 狗屎 你想象 这个失败 痛苦 被人诽谤 凡是你不喜欢的事 你往外拿 然后你每拿一个 你寄个书 看你能拿多少个 好吧 来我们计时 先给大家30秒时间 从里边拿 拿你不喜欢的 什么 A拿 B什么 拿着磨合 B拿着磨合 A 从里边拿你最厌恶 最讨厌 最烦恼的事情 往外拿 离婚 这个第三者 插足 想象你最厌恶 最痛苦的事 让你痛苦 让你难受的事 想象从里边往外拿 拿一个 记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这么想 想象脑海中出现 脑海中出现那个画面 往外拿 听明白了 出现的画面 往外拿 出现画面 往外拿 听明白吗 比如爱死病毒 想象 那个狗屎 你想象一出现画面 往外拿 听好了 来 预备 开始 我要掐标 三十秒钟 观察一下 快 想象出现画面 你就拿 出现画面 就往外拿 你要啥有啥 那是磨合 好 二十秒 还有十秒 好 拿超过十个的 清剧手 超过十个的 现在反过来 现在 拿你喜欢的事 一百万美金拿出来了 宝马车拿出来了 奔驰车拿出来了 别墅拿出来了 你喜欢事 来 看看在三十秒钟 能拿多少个 来 预备 注意啊 预备 开始 开始 你喜欢的 越拿越快 你喜 让你想到了 你想到了 想象一下 宝马奔驰 老四来次 你喜欢的 全拿出来 二十秒 还有十秒 好 OK 好 停 拿超过十项的人 请去 你们了 好了 OK 转过来 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有机体 它有一个特点 有机体 它的根本 生物学法则是 逃避痛苦追求快乐 这是地球人 没有人违背的 自然规律 当你这件事 让你快乐的时候 有机体被激活了 你整个能量 才能正常输出 那么它甚至会 超水平发挥出来 当你这个有机体 它是逃避痛苦的 让你痛苦的事 一想到这个痛苦 你拿不了几下 你动作越来越迟缓 如果你做 你不喜欢做的事 你要知道 尽管它开始 给你高回报的 这样的经济收入 但是做到一定程度 你的经济压力没有了 这个时候 你越做越难受 你没有办法 把它把你的钱 释放了 不过你的意志力 怎么说服你自己 就做不到 它实际上就是说 一个人要想做大的 想把它钱 来释放出来 成功的真正秘诀 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 然后进入第二个状态 第二个状态 叫做乐此不疲 那个爱迪生不傻呀 他有了一辈子 2600多项发明 申请专利的1600多项 他在四十几岁 他就已经是个亿万富翁 为什么干到八十岁 天天在那个实验室里坐 他不再是为了钱 这个不是一句空话 不是高调 是人超越了 那个层次之后 他的生命的本源的东西 释放出来 那么做他喜欢做的事 这样他才能够 把钱的释放出来 所以做老板 你真的想让你的员工 把他们的钱的释放出来 让他们能力释放到极致 然后为企业创造高效益 你必须得想办法 测定哪个员工 一个是他的能力分布 一个是他的价值观 能力分布是次要的 比如他不喜欢 没有销售才能的人 但他喜欢运人打交道 他喜欢挑战 这样的人 你可以送他去进行 那个销售训练 能力训练 其实很容易出来 但是他的价值观 要改的话太难了 这个人 有过很强的能力 但是他不喜欢做这个事 他断然没有办法做好 所以我们安排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你要想明白 先的考虑他的价值观 他是不是喜欢这件事 他要喜欢这件事 然后再看他的能力分布 他的能力分布 如果相应的能力不具备 你可以送他训练 这样的话训练出来了 他能把这件事做好 如果相应的能力具备 那么最主要看他的价值观 他如果他喜欢做这件事 他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如果你让他做他不喜欢做的事 他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 无论他怎么自责 怎么自律 他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到最好 他最多可以做到中等程度 那大部分人一辈子平庸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在他做的工作本身上兴奋起来 实际上人一辈子成功 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找寻你的钻石木场 就是你在哪个领域里头 客观的外在领域 你在哪个领域里能够挖掘 比如在这个放木 最后放来放去 最后把这个钻石矿挖出来了 你这个人一辈子成了大工 那你可以成了亿万富翁 成大科学家 大企业 大政治家 就要找到了自己的钻石工厂 那么在这个领域 这是你可以成功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第二件事 就是发现你的卓越领域 你这个人在哪个方面 能够比较卓越 我们都有些一般的才能 也有些特殊的才能 那么这个特殊才能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你喜欢 这个才能方便 你经过了系统化训练 那么还有一个是 那你喜欢 没有经过训练 但是经过一训练 你可以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一个人 要把这主客观对接 这是你的钻石牧场 找到你的钻石牧场 然后发掘你的卓越领域 正好对接上 这一辈子 你要是不干大都不可能 那么比如说 那钻石牧场 这个发掘 我在给成年人讲生命潜能 我告诉大家实话 东北地区我做的是最大的 那么在200年之前 就成年人的训练 我不是这种讲 我们是要练的 这训练的 我培训过保险公司五万人 五万名员工 培训他们 在当时我就想 我在培训这个市场上 要做哪个事 当时看着全国市场 家庭教育这件事 就是周空老师 讲了一些报告会 几乎是空白 当时我们就发现 这个领域 对于家长教育孩子 这是一个空白地 从开始我们觉得 这个事是这么大个小事 就是要家长 怎么样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 结果我们进入这个市场 进入这个 这个家庭教育市场 那么我就开始转向 舍掉了我所有的成功学的背景 所有的潜在开发的 你们一看 在我的正规介绍上几乎没有 我们重新进入家庭教育这个市场 然后来讲家庭教育 那么结果进入两年之后 我们发现 这么大个小事 在下边简直是无穷无尽 结果两年后 我们才发现 95%的家长 都用错误的方法 在教育着孩子 结果我们发现了 一个巨大的钻石矿 你简直做不过来 因为这个市场太大 所以我们寻找钻石牧场的时候 你一开始 可能你在这个领域耕运 那么耕运深入挖起之后 发现一个钻石矿 这就把事情做大了 比如说那个马云 搞那个商务平台 商务网站 那么你比如说 大网站都有 但是他最后搞了一个商务平台 最后发现这个太多人需要 所以人生成功的第一件事 你发现你外在的钻石牧场 那么第二件事 你得适合干这件事 你的卓越领域在这里 也就是说 你的价值观和这个事配套 你的技能训练 那么基本上能做这件事 这样两个主客观 能够价截起来 你会越作业大 你根本就受不了场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普通人 怎么搞来搞去的越作业大 而有一些人终生努力 却还是成就平行 原因是这个主客观没有价集到一起 他一个是客观的这个领域 可能不具备 这样子把事情做大的可能性 比如说 那个修钢笔那个行当 现在几股没了 你钢笔修得再好 这是一个西洋的事业 那么大家买一个新钢笔 买个最好的新钢笔才几十块钱 那么我让你再去修 还费那个劲耽误时间 现在你去修钢笔耽误那个时间 打车钱 可能买个新钢笔都够了 所以这你要干着这个西洋的事业 那么你可能不具备 这个把事情做大的前提条件 这是客观 你必须找到这个朝阳子 这是个钻石工厂 你越做越大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自己要跟你价值观要相匹配 那么你做这些事你喜欢 而你基本相应的能力 又训练出来了 这样你具备这个领域的卓越才能 这个第二步叫找寻你的卓越领域 你发现了你的卓越领域 跟钻石工厂对上 那你不可能不做不大 那么作为老板 希望自己的员工做大的话 你得看你这个员工 他喜欢做什么 他的能力配比 他的价值观 把他做他时刻做的工作 说实话 你不用他 不用管他 他一样可以把事情做大 那么喜欢安静的 喜欢讲原则的人 你放在去当酷管员 他会做的挺好 挺滋润 他那么 如果喜欢变化 喜欢挑战 喜欢与人打交道的 你放到去 放到市场上去 让他做销售经理 这样的话 他喜欢干这个事 他才可以 那么如果他做了不喜欢做的事 他越做越萎缩 他在有机体 这不是自己主观的决定的了 他没有办法能力释放出来 这是第二点 好吧 那么开发我们潜能 第三点 开发员工潜能的第三点 那么叫做对员工进行训练 那么进行培训 这个培训有两块 一个是个人成长的训练 一个是业务技能技巧的训练 那么这两块同时 那来进行 而不能偏废 现在有一些大企业 他注重的是对员工的 那业务技能训练 这是对的 但是他很少对这个员工进行个人成长训练 实际上 那么每一次个人成长训练 他都可能一个关键突破 大家知道那个拓展训练干嘛 拓展训练 最主要的是 让你探讨可能性 对吧 消除你的恐惧感 让认为让你往后倒 你不敢倒 认为往前面过 你不敢过 人们不是因为不想成功 人们平庸的原因是害怕失败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想赚钱 都想成功 都想出名 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呢 大多数人 他的潜能埋没的根本原因 受制于他错误的观念 观念在观念上 他认为我不可能做到 他看到的是不可能性 这是观念的局限 在观念局限下边 产生一种恐惧 叫害怕失败 他害怕失败 这样的话 他就放弃努力 放弃尝试 那么如果对员工进行训练 其实是两块 一是个人成长 那比如说员工的 这个拓展训练 他拓展的是可能性 消除的恐惧 那么当你从那个火上走过 认为火炭 光脚是无法走过的 当你走过了 他对你最大的作用 他对你最大的突破 是信念上的突破 就是说那错误关键突破 你原来认为 根本不可能的是 但你真走过去了 那个美国人安东尼罗宾 在新加坡举办的 那个走火大会 我去过 我从那个火上走过去之后 当时没有啥反应 后来我觉得我花这么多钱 来走一趟 没反应 不行 我再走一趟 那我连走了两趟 那么那是真是红火火炭 你当你走过去了 你才能知道 在你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你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那个对员工的 个人成长训练 他消除了恐惧感 突破了错误的观念 对他心智成长 这有巨大的这个作用 第二个 就是对他的技能技巧训练 假如我们用武功来比喻的话 大家可能就一一 你看 这个一切二出 那么假如说你到少林寺 那你看看学一套拳法 那个学这套拳法 就是做事的具体的技能技巧 但是你学完了 和人家练20年武功的人出来 两个人对打一拳 人家打你一拳 把你打出五米 把你打没气来 你打人家一拳 给你挠痒痒 给下来给你按摩 实际上 我们能把一件事做成是两件事 一个是具体拳法 一个是功力 那个个人成长 主要训练一个人的那个功力 那么同样说的一句话 那么你这个人说 跟人人说不一样 两个人的力道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对员工进行训练的时候 一个是业务技能技巧 相当于一个拳法 那你去教会 第二个 你要个人成长训练 你得增加他的生命能量 那么他对自身的管理能力增加了 他自身能量增加了 这样他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对 比如说我们太多的企业老板 给一个员工进行什么训练 比如销售员训练 销售员这是个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 事情 它是个悖论 你发现 这个销售员不是简单的说那几句话 那几件词 就是把公司产品说明白了 然后我们公司卖点在哪 然后产品卖点在哪 然后跟一个估计介绍 那个销售员真要做好的话 需要极高的生命能量 一打眼看这个人 你通过他面向 通过这个人的说话 能分析这个人 他是个什么样心智模式的人 对你的产品有没有需求 你得有这个能力分析出来 这是你这个人的功力 然后其次才是你介绍你的产品 你的卖点 那个销售员呢 都是年轻人干的 年轻人功力不足 你要发现 然后我们教他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需要漫长的增长成长 如果你教他简单的那套说词 那么他到那块小盒念经 有火无心 他根本消失不了 你发现 而你要教他的功力的话 这需要长时间 一旦一个人有了这个功力 有了他的整个生命能力增加了 他又不做业务员 30岁以后 他当一部门经理去了 你没有发现 市场上活跃的业务员 永远是能力不足 原因在哪 那么年轻的 他又没有实力 然后呢 只能当业务员 当业务员 最大的麻烦 要想把产品推销出去 他不是简单的说那个话 是你要一当人 他是最重要的处理人际交往的一个能力 他就要 我一瞅你这个人 我看你这个眼睛 看你这个人的神态 我就知道你年我多少年输 一说话 没说五句话 我就知道 你这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然后我就知道从哪切入 跟你来介绍我的产品 而这个能力的话 需要极高的修炼 需要秩序的个人成长训练 他才能够出来 而年轻人 年个一生 25岁以前 以下年轻人是看不做不到的 等他有了这个能力的话 他又去当官去了 当部门经理 当公司经理去了 你会发现这个悲论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作为老板 训练员工的话 那么这两个训练 不可偏非 一个是个人成长 一个是技能技巧训练 这样的话 他不具备原来的技能 你可以从个训练给他出来了 技能技巧训练 是简单 好训练 但是一个人的心智模式调整 把他的生命能量增加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所以想把自己员工 打造一个真正的 这样的所向披靡的团队 那么现在的企业 是必须进行持续的培训 而这个培训 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这是第三个 就是开发员工潜能的第三 第四个 第四个方面 叫做创造 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企业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那么企业文化 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的固有的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 我们把它叫企业文化 很多人了 理解这个企业文化 把企业的文化生活 搞点业余的演唱会 那叫做企业文化 那瞎扯 企业的文化 就是企业的价值观 一个企业喜欢什么 反感什么 什么样的人 按什么样的行为 在这里将受到认可 什么样的人 那么做出另外一个行为 将被排斥 就是企业的共同价值观 这个叫做企业文化 也就是企业的习惯的 不压而喻的那些习惯模式 思维模式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 在这块被认可 什么样的行为 在这被排斥 那么如果一个企业 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 那么大家在一起生活 如果一个企业 比如说 它严格的按纪律导向的企业 那么它就是每天掐点 掐时间 所谓叫严格管理 就这样的企业 那么可能员工 他整个的行为导向 就是每天必须按点上班 即使上班工作不工作 那是要的 我必须在打卡之前 进入这个办公场所 每天在拉拧之前 之后再离开办公场所 他会把整个员工的价值取样 导向遵守时间 比如说 那么以顾客为导向的 这样的企业文化 那么假如说 为了一个企业 为了顾客一个投诉 我上班迟到了 我去解决那投诉 那么这样的企业 那这样的人的行为 将被这企业所容纳 尽管你迟到了 但是你的行为 是为公司赚的利益 那么老板会奖励你 假如说以这个公司的纪律 为导向 那么我有什么原因 你迟到了 将被惩罚 那么你要知道 不同的企业文化 它标志着不同的价值导向 如果现代企业 特别是靠员工脑袋 赚钱的企业 它必须有一个文化导向 就是鼓励创新 那么他要是说 鼓励创新的话 在这种文化状态下 人才能自由联想 才能自由的发挥 否则的话 如果以单纯的 以你行为为标准 是否符合 许业的规章制度 为标准的话 这样的企业 他的员工都被模式化 被模式化之后 他的潜能 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那么他只能做到 中等以上的程度 他想做出巅峰的 创新构想 那产生新的想法 几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一个企业 那么如果他明白 在这个企业文化 对企业是构成了 这种模式化 是一种员工价值取向的 一种导向作用 那么他就必须鼓励 创新文化 鼓励创新文化 就是在这个企业中 任何新的构想 任何奇迹观的想法 将会揭大 没有人会嘲笑你 没有人会 否定你 那么最后证明 你这个想法 可能有点 现在不符合现实 那可能我们放一放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人 他的大脑 才能够自由发展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人是社会性的生物 一会儿我会讲到 那么一个企业的文化 那么就会把 所有的人的行为 给他客观的规范 如果你的文化 是为老板是从 为上级是从 那么完全按照 公司的规则制度办事 这样的企业 如果是纯生产性 生产性 制造产品的 这样的企业 非常不可 但是如果是靠员工 脑袋赚钱的企业 不是靠员工的 双手赚钱的企业 那么你知道这样的文化 你知道这件事灾难 因为如果比如说服务顾客 可能有基本的顾客的流程 这是 但是有个顾客有特殊要求 如果员工不动脑筋 他就可能本来把一个大脑袋弄走了 如果他动脑筋 可能就超出了现有的我们的服务范围 可能我们的现有的服务标准 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 他要是靠硬性的这个规定 规定下来 必须按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行 那员工被紧固住了 这个企业文化就相当于我们的社会的道德 企业的规章制度相当于我们的法律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是最低的 企业文化呢 相当于那个道德 它在无形中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 它的思维模式 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 如果想要把企业的员工的潜能最大限度的开发出来 你必须鼓励创新 那么任何创新的构想新想法都可以产生 最多说你这个想法 那不会采纳 但是你被鼓励 所以想法现在我们现有公司 现有的能力 现有的条件 还不具备把这想法实现出来 但是你的行为应该依然被鼓励 而不是被嘲笑 你这个想法纯属一样天开 如果没有一样天开 就不会有一样阿里巴巴 我想没有一样天开 不会有这个黄光玉 我想在今天 你必须鼓励你的企业的员工 我们在基本的规章制度下 我们要把每一天日常工作做好 但是要鼓励个创造性构想 如果创造这样的企业文化 才能把人们的这个行为导向 创新导向 把它的创造潜力开发出来 要知道 这是潜能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 好了 我们课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汇聚一流专家名师 聚焦前沿管理热点 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包 传授优秀管理思想 享受先进管理方法 教授实用职业技能 让你自主自助便捷地学习 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 让个人和企业迅速提升竞争力 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 决之二 你 怎么办 我先走 误益速与 我也想起来 你 blob